大家好 我是渣渣威 废土传奇 这系里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 习装反例 交易既游 炫酷气绑 一刀999 急需体验三分钟 礼造会跟我一样 爱上解款游戏 新兄弟就来砍我 我叫板家小威 一名幸存者 最近这段时间啊 因为一直在忙别的事情 所以呢 没怎么去玩这没钱之后 都是二兄在帮我干日常 不过昨天版本更新完之后呢 二兄却跑过来跟我说啊 这没钱之后变天了 你敢信 然后呢 我就上线去看了一下更新内容 结果是不看不要紧 看完脸抽筋啊 是的 正如你们开场看到的那样 我感觉现在这明日之后 直接改叫废土传奇 那谁也点毛病都没有好吗 瞧瞧 瞧瞧这炫酷的大翅膀 这就是李浦他妈给李浦开门 李浦到家了好吗 你们想想啊 这头上顶着五彩的称号 身后背着炫酷的翅膀 后续版本再出把裁绝皮肤的斩马刀 然后再把公杀的音乐一放 好家伙 高校刷甲你都感觉不到心疼了好吗 好了好了不闹了 开个玩笑啊 下面咱们还是来聊聊这刷甲高校吧 话说这没签之后 现在的套路呢 我算是看清楚了 那真就是玩法不够高校来凑啊 这不新一级的刷甲高校 他就又来了 楼层直接下跌到250层 呃250 怎么好像感觉哪里不对劲的样子 哦骂人 骂人是吧 谁要是能爬到顶层 谁就是250是吧 好了好了不疲了 咱们接着讲啊 说实话这次的刷甲高校呢 跟以往还是有所不同的 因为在玩法上呢 这次又做了一些调整 现在我们每天不仅可以往上爬 还可以往下爬 你敢信 向上爬呢 我们就不说了 还是跟之前一样 做好被刷甲的准备就完事了 但是这向下爬就不一样了 说实话 这个地下高校 那是真的过瘾啊 因为在这里啊 你不仅不用担心没有体力 也不用担心被刷甲 而且你每爬过一层 还能获得一个强力的buff 看看 看看这些buff提供的效果吧 什么显弹大师 效能增强 急速升法 火力全开 这些buff叠加在一起啊 那简直不要太过瘾好吗 跟开了变速齿轮和加速器一样 打boss那是一秒输出都不带停啊 爽 太爽了 话说 这要是打副本也能叠加这些buff啊 那该有多好呀 嗯 当然了 咱也就是想象一下 我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嘛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这地下高校爽规爽啊 但是我昨天爬完十层了 今天上线 还是要从头开始爬十层 是怎么回事啊 而且通关十层之后 讲里面没有了啊 那么这时候问题就要来了 什么时候才能接着往下爬呢 或者说要满足什么条件 才能继续往下爬呢 有小伙伴们知道的吗 有的话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一下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下期再见